非常敬业 在外人看来都非常成功 都有一个共同点 但是这些人的一些实际的生活 或者心理状态 不被人所知 但是吴宏还是一个 尽管他身担了很多责任 还是一个集团的总裁 他其实如果是想发脾气的话 还是有很多属下 可以公开去作为宣泄的一个出口 但是你知道我们很多人 只不过是一个很平常的小白领 或者说一个工作人员 那么别说他可能会承担更多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片中的 这样的一个小伙子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么多 开工吧 小张 帮忙复印一下 谢了 小张 到楼下给我拿个花币 我开会来不及来 李总 行 没问题 小张 把楼下来个客户 你帮我接待一下 好 行 行 没问题 我的事还没做 小张 老板 最近业绩不太好是吧 那个 最近这个业绩不太好做 但是我 你忙吧 好 小张 咱们公司下个月人员调动 实行过位好态之 好 好 小张 我又签了个小单位哦 是 不是姓张 没啥好问题的 那老板呢 太小气 他给了一百万 是啊 没得到他这么掉 我 我那个 还在弹呢 哦 这样 不过凭你的本事 肯定没问题哦 你看他本来都计划得好好的 但是不断地被别人打扰 一会儿做个计划 一会儿拿个快递等等 那这种被打扰的感觉 我也经历过 很烦的 你像刚才咱们这个片子当中 这个年轻人最简单的 say no 你帮我复印一下 凭什么 我劝你 不好吧 一个是不够绅士 因为刚到公司来 会同事关系紧张 别人会觉得他这样那样 那怎么办 很不nice吧 当然 但是明明你让我去复印一个文件 明明我心里不想去复印 这个时候我要nice你的话 我就对自己很nice 很残忍了 对不对 那么你是先要照顾自己 还是照顾别人 再说了 你让我去替你复印 首先你是什么身份 咱们两个是评级的 你有你的事 我有我的事 我有什么义务为你去复印 我有理有据有捷都不nice 这样的人在你们公司会提升吗